今年入冬最強的寒流來襲 全台是冷嗖嗖 受到低溫的影響 全台出現了49人 因為了心血管疾病猝死 創下了入冬單日最高的記錄 而氣象局提醒大家 週末這兩天 嘉義北最低溫的下探設施8度 各地都有可能會再創下低溫的記錄 所以要特別注意保暖的工作 把衣櫃裡頭最厚重內建 趕快拿出來 天氣冷嗖嗖 穿著泳褲照樣往泳池跳 高零五六十歲的寶貝阿姨 可一點都不在乎 剛下水的時候還是會冷 對 那即使游一游 我覺得會 就是身體裡面會有 會熱 就是那一剎那 下去了就可以了 游泳早游乘習慣 寶貝阿姨當然不怕冷 但今年入冬最強寒流來襲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有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平常急速件數一天約440件 27號一口氣增加到480件 上升了一成 訊台更傳出49件 猝死案例 謝謝管吉兵貧船 就知道這波寒流有多強 28號清晨 嘉義在出現6.2度低溫 創下今年新低 另外還包括台北台中 台南一共7個觀測站 都撤出今年最低溫 消防局表示 週末西半部氣溫 仍舊就有8到11度 東半部14到16度 北部東部還要特別注意 會有零行雨絲 禮拜一清晨各地的低溫 仍然偏低 那禮拜一白天之後 氣溫會微幅回升 儘管溫度週一才會些微回升 但27號北部放晴 至少會有一天的好天氣 所有民眾可以好好把握 記者張哲如高家福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例如失去 整理者的創造 トリ 取幸 遮旅 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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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